歡迎大家來到ASMOSE.COM 這次我們介紹的APP是一個橫向的遊戲APP 叫做Audio Ninja 它加入了音樂打拍子的元素 只要你跟著拍子去敲擊的話 你就會很容易過關 我們先開開看看 我們先調整這個位置 什麼都不說了 我們馬上來試一試 之前都玩過幾關 我們先選一些簡單的 它有些不同的道具 可以稍後解說給大家買 左右不同 哎呀呀 還想說 對 接著拍子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深色的敵人 你就用右邊的按鈕 如果是淺色的敵人 你就用左邊的淺白色的敵人 立即使用 這個敵人 不過用的效果不是很長 就是那個耳筒 可以再回頭 先看到 我已經拿了一個有火的儀器 不斷過關 雀鳥飛就預告 哎呀 他只有三次機會 即是三個紅心 而且你要講求 你打個拍子 就要很準確 所以其實不是容易 當然在這裏打 一邊打一邊好像有拍子跟著 有些rhythm 就會容易一點 確實是會容易一點 對 所以玩起來不容易 原來 玩過了 我去到14個回合 都要浪費很多次 才能過關 他有些不同的道具 我先去看看 有些不同的道具 可以購買 比如 有 是 這個 這個是延遲 讓音樂延遲 對手的動作延遲 你可以加快 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 這個 這個 就是 例如 失敗了 生命 或者 你 如果 忘記到 拿些優惠 再走回 後 即是 時間 倒轉 這樣 這個很簡單 紅心 這個 可以再多 幾個 Live 多三個Live 那 有些是 來的 這個最厲害 這個是 TRACTOR 拖拉機 拖拉機 可以 無敵狀態 所謂 我再試一次 給大家看看 先 故事就說說 一個是 邪惡的 是 Clone Evil 科學家 他呢 就是 被一個以前的 忍者村莊 趕走了 因為他 可能做了一些壞事 回來 就 做了很多這些 Clone的 複製忍者 對付原有的那幫 村莊 忍者村莊的忍者 很快 真的很快 無論如何 不太容易 大家如果覺得 自己的音樂 掌握好 或者是 以前玩的 音樂拍子遊戲 是 玩得不錯 其實都可以挑戰 其實 有時候左右自己都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好 就是這樣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 下載這個遊戲 玩一下 Audio Ninja 其實不是容易玩的 OK 多謝大家